9月份的排气来咯 然后大致看了一下 虽然没有明硕一些排气 但部分的话是可以猜测一下的 首先是已经确定的空军时装礼包 在一些地方的宣传视频中 有短暂的视频片段 大家可以看一下 感觉无论时装设计还是建模的话都蛮不错的 另外还有就是这把信号枪 世界上的话也蛮独特 好像是那种双管的设计 之前三式图的时候都没有怎么注意到 至于纸过的话暂时还没有透露 然后就是9月13号的时候 是记者小女孩跟机械师的生日 其中机械师的话会有第四年的一个新建动作奖励 然后9月14日更新之后呢 会有此前中研机地赛活动的复刻反场 其中会有前锋了新歌星动作前击 再之后就是大家期待的炎丁星时装出情 会在9月21号的时候上架 另外还有就是这赛季的话只有两个金火 如果按照时间 差不多是一月初应该就新赛季了 而那时候的话也基本就是年底了 那主线机器的相关内容的话 比如说新的ID角色应该也差不多上线了 再然后的话是9月24日的大副决事日 跟着此前透露会有大副的高级时装 再加上官方的话喜欢在决事的时候安排一些相关决事的东西啊 比如调香师的话最近一款经过 也是在决事日的节点上的 所以9月份的秋日主题活动时装的话 极有可能就是大副的 虽然官方这边的9月28日指标注的节气 但是外服那边特意提到的会有新活动 感觉应该就是秋日主题活动了 好了以上话就本期视频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